欢迎来到KK音乐 出演电视剧《爱的迫降》后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演员孙一珍 今年也40岁了 去年2月《爱的迫降》中映后 孙一珍选择出演好莱坞电影《The Cross》 并进行了等待 但因为新冠疫情的拍摄影响时间 从今年4月推迟到了9月 据悉最近她在等待电影开拍的过程中 也在重新讨论以韩国作品作为回归之作 而宋慧桥她在中国是童颜女神 这是韩国网友评选出来的海王 宋慧桥为何不受韩国网民待见 与宋慧桥新剧 现在正在分手中的人设一样 在韩国网民眼里 宋慧桥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几乎每拍一部剧就爱上一个男主角 玄冰宋成县Ring都曾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最终与宋种姬组成双宋恋 没想到世纪婚礼最终对簿公堂 一代神言宋慧桥是如何变成渣男收割机的 俗话说得好 流水的男神铁打的乔妹 宋慧桥不仅是偶像剧女王 还在每一部偶像剧中与男主角假戏真作 拍摄蓝色生死恋 宋慧桥就与宋成县传出绯闻 当时宋成县在采访中被问到理想心事 她说一个是宋慧桥 一个是金泰西 这样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最后与宋慧桥走到一起的 却是男二号援冰 拍摄浪漫满屋时 宋慧桥与亚洲武王Ring传出假戏真作 为此Ring还畜地改变了自己的理想心 当被记者问到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时 Ring的回答从高瘦的模特变成了肉肉的女生 不过这些恋情从未得到朝妹的回应 李炳仙才是她公开的第一任男友 两人因合作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 这也是宋慧桥第一次展示出对爱情的渴望 但是这段轰轰烈烈的恋爱 最终也没能走到最后 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 男方对宋慧桥提出了过分要求 女方实在受不了 并且李炳仙李炳仙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吃饭谈恋爱都不愿意逃一分钱 受够了李炳仙的抠门和无理行为 宋慧桥一怒之下提出了分手 2008年宋慧桥出演 他们生活的世界是认识了国民男神神兵 拍摄过程中两人健身情愫 成为一对情侣 郎才女貌很是般配 玄冰还透露自己的理想心 一直就是宋慧桥 两人在一起也算是圆梦 但是这段感情也没能走到最后 2011年3月 玄冰在入伍之前宣布了与宋慧桥分社的消息 原因是由于和宋慧桥相处时期压力太大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之前宋慧桥曾说过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因为两人都是韩国一线演员 正值事业上升期 工作很是忙碌 至少离多的生活让他感到心酸 感情变淡的两人只能走向分手 直到2017年 宋慧桥才找到了携手一生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